透过罪人成就他的旨意 那罪人他的地位是什么呢 那么罪人为什么会灭亡呢 其实其实问题呢 我们会在下学期 会发更多的时间 讲到是来拣选 讲到加尔文的五定律 会发更多的时间 但是现在我们先大概有些的预备 那个大方向应该是走不去理解 就不会走骗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到人论 我们在网上的同学 你们都可以打开那个PowerPoint 所以你们在家里面可以有个Laptop 同时可以看这个PowerPoint 就比较清楚一点 那么人论最重要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说一下什么 我们要用我们的形象跟样式 人的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跟尊贵 就是他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而这个形象跟样式呢 在《新约》也提到 我们一同看下面 《新约》也提到《新约》也提到《新约》也提到神的形象 《新约》也提到《新约》也提到《新约》也提到另一个方向 神的形象和样式应该是包括 Moral and Intellectual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 道德性方面在以福手书第四章看到了 理性方面的、知识性方面的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看到了 但是其实神的形象和样式是更丰富的 包括我们的宗教心 包括我们的emotional、情感 我们不是一个机械人 我们是有情感的 有喜乐哀乐的 我们也有这个social character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三为一体的神 在永恒里面神受有这个social character 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面交通的 所以你发现你一个人是不快乐的 你要跟神交通、你要跟弟兄姊妹交通 你需要跟亲人交通 social character 再有aesthetic美学 透过眼睛的美学 很多的美丽的风景、花画 透过我们的耳朵、音乐的美学 所以这些都是透过神的形象一样是创造在我们里面 文化、cultural就是神也会给我们这个创造的 这个设计创造文化的能力 就好像神有创造的能力 personality 有独立的位格、思想、情感、意志 也就是白弟兄常常提到的自由意志 你有独立的位格的 你有你的独立的自由的思想、情感、意志想法 神不是创造了一个机械人 神把他荣耀的俗性 而这个荣耀的俗性 personality as a person 有位格的一个自由的人 自由的情感、意志 你定义要遵守神的话 还是你放弃、你有能力选择 堕落的人类没有这种不犯罪的意志跟自由 但是亚当有 没有堕落之前 亚当有这种独立的意志 可以say yes 或者say no 他有这个选择 继续顺服神 还是不顺服神 他能够做得到 我们是没有办法拒绝不犯罪 我们有犯罪的自由 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但是亚当有不犯罪的自由 也有犯罪的自由 还不懂 那么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 亚当是如何被造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我们要来读 也要把神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这句话很有意思 有两个字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一 就是这个活人 在圆文是用火魂 Nafesh 这个字 我们当然特别讨论 究竟为什么要用魂这个字 魂这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等下我们讲到人的结构 是二云人灵魂体三云人 等下我们要发时间去讨论 就是我们人的里面是有两个entity 灵魂,一个看不见的灵魂跟肉体,这是二元 但是过去神学呢,今天也有一些人认为 人的构成是有三个element,三个独立体 灵、魂、spirit、soul、and body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花一点时间再讨论,希望够时间 所以你很清楚看到呢,神用他自己的灵气 把他的形象、样式、俗性吹到亚当里面 而创造的人,成为一个有生命栖息的人活人 也叫活魂 那么重点是,究竟《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用了两个字 形象跟样式,image跟likeness 这两个东西是指到什么呢 那么在教育历史里面,有些教父像伯利根、艾伦柳 他就把这个形象和样式把它分开 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内容 叫双义观点 Diolicism 形象跟样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因此,罗利根就认为神仙造了亚当的形象是灵魂 然后再创造这个样式 这个lain是样式,是指到他的身体器官外形 他是把这两个分开,一个有形跟无形 形象是一个内在看不见的灵魂 样式是那个外面看得见的身体器官等等 他是双义的观点 Aaron Liu也是把这两个分开来解释 他认为形象就是属于理智与自由意志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Internet and Tribune 解释形象 样式是圣灵加上去的超自然的给予 叫Supernatural Endowment 就是属于这个意义的俗性 美德的俗性 是后驾的 两个不同的东西 但是呢 中世纪呢 也是比较用了这个Aaron Liu的观点 特别中世纪的天主教 好 传承Iaron Liu 认为形象是理智与自由意志 Reason and Free Will 要样式呢 它们叫做Donald's Superadidum 就是外加的一个安刺 所以外加的安刺就是原来的Moral Qualities 道德方面的一个品质 那么天主教称这个为原意Original righteousness 那么他们这个对人的认识 被造的双重观点的认识呢 影响到他们对堕落跟救恩的天主教 所以从这个对人的认识呢 他们认为人的堕落之后呢 样式就是那个Moral Qualities 原意失去了Lightness Lost But not the image 人的形象就是他的理智 跟他的Free Will 是完整的 所以人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追求认识神 得到神 那么当人认识神得救之后 天主教的观点就是 就是人堕落 人的fall 就失去了这个原意 当你得救 你就回到亚当的伊甸园 原来的光景 神把这个原意 原来的Original righteousness Moral quality 神的道的俗性呢 受浇灌 加回到你的身上 让你回到像当年在伊甸园那个亚当 因为亚当落落不是武功传废 只是废了一半 所以只要你信了耶稣受洗 神都把你的武功恢复了 让你回到像亚当在伊甸园的光景 但是问题出来了 天主教认为 当你得回伊甸园亚当这种的恩典跟光景 你也会像亚当一样 怎么办 堕落 你也会因着你犯罪违背神 就失去这个原意 亚当会失去 你会不会失去 你更会失去 你懂了吧 是这种的理论 所以你一犯罪失去原意 他们就说你不得救了 怎么办呢 他要透过这个Penet 忏悔你 再次又回到得救的地位 Oh and done Oh and done 这就是马丁路德最反对的 所以我们以后会讲到马丁路德的救恩论 叫做 Jestification once for all 以此称义 就永远是贴乎的耳朵 不是这样贴主教 这种的错误的人论 产生错误的多罗论 错误的旧问论 所以马丁路德 教海文不接受这种Dualistic view 人类的形象样师 领受神的形象样师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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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两样东西 基本上是 形象样师 是因着希伯来文的parallism 大家记得我们上礼拜研究诗篇吗 类似的一个观点 用两个不同的名词 平衡的来描写它 所以 其实形象是等于样式 都是指导神的可传属性 Communicable attributes of God 包括道德的属性 智慧知识能力 不是两样东西 形象跟样式分开的 然后堕落只失去了一样 另外一样没失去 不是不是 马丁路德跟教海文 包括阿古斯丁 他们 从圣经里面看到 这个堕落是一个掌权的 Holistic 整体的形象样式的失去 Total lost 不是只失去了 这个 形象 样式 没有 堕落就是堕落 整个神的属性 形象 样式 失落了 失落到 此圣残余的良心良知 残余的理性能力 残余的美感能力 原来亚当在神的丰富的属性 形象样式里面 他拥有万物的知识 怎么知道他拥有万物的知识 看到吗 他给万物命名 内明是什么意思啊 表示你了解那个东西的character habitate 鱼 你讲的鱼就是 你了解它是在水里有的 鱼的生活属性 habitate 包括我们今天 我们命名 佛剑 佛剑 为什么命名佛剑呢 Rocket 因为他会喷火的 好像是剑要在空中飞出去的 叫火剑 把他的character 描写出来的命名 但是老美的命名比较笨 火剑叫rocket 一个石洞 丢着去 跟我们中文的火剑差太多了 我们是生动啊 真的掌握他的属性啊 你是不是 rocket是rock 丢块石头 太土的命名了 所以命名是表示 你了解他的核心 亚当能够给万物命名 表示他拥有神给他万有的知识 哎呀这个知识是直接download的 不需要选的 Hallelujah 神从零七一吹就是一个download 懂吗 就让我们拥有万物的知识啊 我们是万有博士来的原来 现在人家多了之后 哎呀大昌松你读一个博士 地理学博士 花了多少时间去研究啊 花了多少精力 小学中学大学博士班 才研究一点点啊 要很专啊 你再专才能拿到博士的学位 所以博士这个中文翻译是错的 专师 专师应该是要很专 但是也没有完全错 因为你要拿博士学位之前 你的底要很深 要很薄 就像我读这个历史神学的博士 哎呀没想到他新约也要考我 旧约也要考我 呼叫学也要考我 系统神学要考我 然后最后历史神学也要考 然后叫qualify 你才有资格 正是进入这个历史神学的博士班 所以传统的训练的确是很多的 但是你这个论文是要很专的 很深入的 所以原来亚当的形象样师 拥有万有的知识 对神的知识 管理万物的能力 更有道德俗性 都原来在这个神的可传俗性 形象样式的里面 但是一个人类的堕落 不是只失去一部分 不是像爱人流 或中世纪的天主教所说 是失去了一部分而已 No, no, no 阿古斯丁,马丁路德 加尔文他们从圣经里面认为 这个堕落 这个失去神的俗性 是一个整体全部的 就好像你想想看 亚当堕落之前 那个知识是那么的万有丰富 堕落之后好像变得傻蛋 什么东西要透过学习观察 才懂一点点 你都看到那个天悦之别了吗 懂了吧 你假如从知识的角度 或者管理万有能力的角度 来看现代人的一个蚊子 管不了 他这个人来咬你 你就是打他没办法 打他也打不打 师母每次就打蚊子 我说好难打 找不到打 所以就来打 管一个蚊子管不了 管自己也管不了 你要管老婆 老婆管你还差不多 管不了 失去那个能力 假如你从知识跟能力 那个角度来对比的话 你都知道 我们多了人类 没有得救之前 我们剩余的真的是少之又少 包括我们的良心、良知、道德 这些属性 真的值得参与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保罗就做这样一个算稿 认识我们的本体 堕落没有得救之前的一个光景 我们一本来读 你不说是第四章 这首 原本来 他们心地和温暖 与神所持的身分和温和温 都以至今之之 心地高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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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我们的属灵的知识完全是昏昏的 没有办法认识神的 看不见神的 我们的生命美德俗性也是没有的 因为与神的生命、熟食的生命隔绝的 没有办法彰显出神的生命的美德 而且良心丧尽 这就是我们的光景 这就是我们原来没有得救之前的光景 所以不能像中世纪的天主教这种所谓的半波拉旧主义 所谓靠自己的理性、认知、追求和认识耶稣得救 我们的心地昏昧看不见的 除非是圣灵来光照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 若不是圣灵重生 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国 没有办法看见十字架 所以不是像伯拉旧主义 或者中世纪的这种神学 但堕落败坏 不是 奥古斯林、马丁路德、加文这个道统 坚持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人是全然败坏 不是说一点点败坏 或者一半败坏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形象样式做了一些说明 基本上我们是接受单一观点 Unitary Will 第二 神给亚当的使命 那么 第一 要是圣养众多 所以夫妻结婚、圣养是应该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天主教不准许 连那个就是太严格的 严格到你避孕 有时候他们一切都不准的 更不要说是这个多胎等等 第二 治理 就是文化使命 管理所有的一切 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 管理这个地上的一切 水中的雨万物走售 神让人要去管理跟治理 也就是所谓的generation mandate 跟cultural mandate 文化使命 管理这个地球的一切 那关于这个文化使命 我们上来要特别在历史神学去讨论 加尔文就用这个文化使命 来讲到基督徒应该 不是单单只是传福音 只有福音使命 更要进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的文化层面 去管理 居上不居下 做所不作为 要做政治上基督徒的总统 要有基督徒的总统 要有基督徒的科学家 努比尔克斯 不是那种错误的世界非我家 我都得救了 是耶稣的党子上天堂 不是这种观点 所以加尔文的神学 为什么能够影响到英国的清教徒革命 改变了英国的命运等等 这个就是这个文化使命 以后我们再发时间来讨论 就是Cultural mandate 第三 在创世纪讲得很清楚 第一章 每一天神创造之后 神应该说圣豪 特别在第一章的31节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圣豪 对 这个神昊是什么意思呢 对 这个神昊是good in itself 但是不表示说它不会被破坏 假如有一个external force 外面的因素来破坏它呢 它会被破坏 都好像这个地球 现在被人类破坏得好惨 神创造的万有这个地球 现在被破坏得很惨 因为人的罪 破坏得很惨 人的贪婪 人的自私 过分的开采 等等 神的创造被破坏 而人虽然是原来是好的 但是它是会被破坏的 not perfect 他听从神的时候 他会remain good 假如他听从恶者 有一个外面撒旦的引诱推动 假如他接受了 听从了 听从了恶者了 他会失去这个好 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 亚当之约 在和西亚书第六章第七节 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 讲到亚当什么 被约 就表示当初神在伊甸园里面 跟亚当有一个的安排 有一个约定 有一个约 而其中这个约里面的 一个要求跟定规呢 就是 1月1章16节 16节怎么说啊 耶和华神 吩咐他说 愿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 随意吃 只是分别上个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吃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特别研究 这个亚当之约 公主之约的要求 有一个约的规定跟要求的 假如他顺服这个约的规定 他会尽有完全 甚至很多的神学捷径家说 神会把生命数就死了 但是需要经过一段的对他的考验 他对神的顺服 这个考验期 就好像亚伯拉罕 为什么能够成为信心之父 论服神又把大服赐给他 他有没有经过那个考验啊 摩利亚三 把这个儿子完全在献上 这个真的是完全的顺服啊 所以当亚伯拉罕经过了这个考验之后 神就论服又把大服赐给他 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也是类似的光景 神要透过他的顺服 他的performance 他的努力 他的工作 然后经过了这个考试 证明了他的顺服 守住他的本位 神要把生命数给他 他进入完全 但那个进入完全呢 完全是靠什么 靠自己的 靠自己的工作 performance 是神也准许亚当多罗 好让亚当进入完全 人类进入完全 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应得 来自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我们发时间来讲这个 工作之约跟恩典之约 那么 要讲这个工作之约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在伊甸园的亚当的光景 第一 他的圣好 但是不是perfect 会被迫害 那么b 他拥有智慧知识 所以刚才都提到了 他能够给万物命名 而且很有智慧去管理万物 他能够给万物命名 就表示他按着神给他的知识 按着神的心意在命名 也是什么知分 做先知的知分 他是代表神 领受了神的知识 然后来命名 做神话语知识的出口 所以这个是 哎呀 我刚才花的是希伯来文有用的 Jayce刚才那些没讲的 你都没看清楚 我写了老半天 当然要重写了 没关系 所以他第一个角色是先知 正义的人 哇 原来亚当是非常荣耀的 他做先知 刚才讲到 那么一 他治理权地 这个很清楚是什么 君王的权位 跟地位 所以他更是 君王 同时你发现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 怎么说 一同来 到一七日 神照顾的功已定完毕 就在第七日 现在来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师父给第一次 定为什么 圣日 圣日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第七天是分别为圣的 分别出来 亚当不做平常管理修理各样的事情 分别出来做什么 定为圣日是作为对神的敬拜之用 所以亚当他认识什么 他在这个圣日 带着万物走兽 凡有欺喜的都赞美耶尔华 整个动物的大师班 亚当 这个师班长 最荣耀的普世的 这个弥赛亚颂 对神的颂赞 他是王 感谢神的创造之恩 圣灵之恩 所以亚当在这个圣日里面 有这个圣日 是有这个祭司的 第一个祭司其实是亚当 他带着万物在圣日来敬拜 感谢神 他创造的恩典 一切都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送贵给他 所以你发现在 伊甸园里面的亚当 他是先知 他是祭司 也是君王 所以你就明白 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他要扮演先知 祭司君王的身份 他要把这三个身份 扮演成就 将来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也与基督一同的得着了先知 即是君王的身份 因为耶稣的救赎 要restore what was lost in the garden of Eden 原来我们有神的形象跟样子 原来我们有神的形象跟样子 在基督里面 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跟样子 在伊甸园里面 原来亚当是做先知 祭司君王 堕落了四群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 你是个小先知 你是个祭司 你是个君王 所以这样呢 我们要分析使徒群的第二章 神的灵用交官法 有学习的 透过圣灵的高谋 我们可以说神的话 做先知出口 可以做祭司做君王 那高谋是在五旬节高谋 所以圣灵的高谋 交官更荣耀的意义 不是只是讲方言 所以让你知道 你今天在圣灵的境里面 当你信了耶稣 得着圣灵的泪注 圣灵的境 把你进入基督里面 领受了圣灵的高谋 是高临 恢复了原来亚当时 失去的先知 祭司君王 所以为什么今天 你有传福音做神的出口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的现实 你们 那为什么要好好管理你自己 让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王 管理你的家庭 管理你的事业 所以说王的全美 更要做祭司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为人带去 报告 所以 假如从这个角度 Restoration的角度 你就知道 我们今天信耶稣 不是单单最得赦免 等着上天堂 然后 当初神要亚当的伊甸圆 所能做的 应做的 现在今天 神救了我们 要在祂的国度里面做 同样的事情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我们 才有意思 懂吗 我们传统的福音派 是耶稣得永生 最得赦免得福气 得好处 这个太民间信仰的说法 不是圣经的真理啊 你懂吗 再来我们又做传道呢 要把这个真理讲出来 基督徒才会有一个清楚identity的认识 很可惜很可怜啊 今天基督徒 成为天父儿女的那个 荣耀的identity都没有看到 都是患得患失的 哇 你追求神 你做三公 你侍奉 神要爱你 你就是天父的儿女 你不做三公 少了一犯罪 你就不是神的儿女 你都失落了 你都不得救呢 今天的基督徒 受到这些阿民的神学 可怜到一个地步 连我们最基本的 神儿女的这个荣耀的 恩典 身份 identity 都不能肯定 我们还是建立在一个公立的关系 也好 神就多爱你 你不好 神都不要你 That is not identity 没有恢复我们今天 在神国度里面那个荣耀的身份 做父神儿女的身份 我上礼拜都跟Harry的姐妹说 要一封印一张守卫者 反正接待她的 就是新他们的人 她都给她权柄 做神儿女 我们今天读这个权柄 都读得太轻松了 其实原文是 Axosia 你去查一下希腊文字典 这个字是指到其中一个用法是Royal authority 王 王权 神要把这个王权 恢复给你了 不单单是做神儿女 你还要成为先知记是君王 你的神是万王之王 那你是父神的儿女 那你当然就是什么 公主王子 难得耶稣说你要与我一同做王 懂吗 我们今天把神的救恩看得太简单了 连一个基本的神的儿女 这个荣耀的福分 都没有肯定 更不知道先知记是君王 所以基督信的耶稣之后 无所事事 你们来做这个礼拜 得好处、得帮助、得医治 解释一般的民间信仰的想法 很多传道人都是用这种想法 来传福音、来教导 甚至很多今天传道人的讲台 对不起 我参加了很多教会 常常听这些牧师讲到 我跟师母都累得不得了 因为都是讲道得清 你要做好人啊 要活出神的永美啊 要良善啊 要有爱心啊 要彼此相爱啊 要怎么怎么 这些都是对 但是没有讲到神在圣经里面 那个启示对你的心意 神对你的心意不是只是做好人的好事 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跟宗教 然后跟我们这个荣耀的启示 差太远了 我们不好好读圣经 不懂得神的心意 只要用我们传统的好人好事 在圣经里面做教导 你发现大部分的讲台都不理 结局的话 好人好事 只是用不同的角度 圣灵九大国子 他就讲九个礼拜 今天做好 但是 it's not limited to 好人好事 懂吗 只讲道德经 不讲神在圣经里面启示 祂的计划心意 神要我们所做的 你不能用传统的儒家思想 道德观念来传道 不够 院长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 教会讲也好传言也好 如果上来 神让我们一起去设计 他的一个计划 都没有问题 但是很多人他的观点 只要求饼吃饱的时候 你跟他讲太大 有一种使命感 这种他要有一种 太远 他可能经济基础已经达到了 他想得到的一些东西 也都有的情况下 他能够去考虑到就是长远的 这种使命感的东西 所以 所以呢 我们传福音基本的迁入点 还是讲神的爱 神的祝福 神的帮助 神的意志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不能只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 我们中国教会就永远都停留在这种平坚信仰 于是他思想的开端基础上面 没有真正的好好 看到神的圣经对我们的心意 原来要我们走成圣的道路 原来要恢复我们先知及时君王 圣灵要教官我们 把各样的安持能力给我们 做神的出口 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我们要被提 我们要进入神的信仰的身后 这套整个神的信仰计划 很少教会 没讲 只是停留在 是耶稣得永生 得祝福 得好处 就没有把我们基督做的那个荣耀的身份给他 对啊 连那个identity都没讲 你不要再讲道路了 今天新的耶稣好像没路可走的 我们的路只是来做做礼拜 得意志 得好处 得祝福 得帮助 得永生 一句话讲 没有这个门徒的道路 摆在弟兄姊妹面前 刚才小王讲得对 连那个最基本的荣耀的identity 做神荣耀永远的儿女 做先知做基督 做君王 这个最基本的identity 都搞不清楚 所以难怪他不传道路 难怪他不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难怪他不好好去传福音 为人祷告做祭司 no identity no position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嘛 那今天是物事的事情啊 哪有是我这个小基日土的事情呢 搞错了 每个基日土 你的得救 神都把一个荣耀的职份 恢复 让你做限制 即使君王 那么第一 原来的伊甸园 真的是好 因为 亚当和夏娃 跟神有美好的团契 有静欢 刚才已经讲过了 在《创世纪》第二章 讲到这个圣日 爱十日 so birthday 来敬拜感谢神的创造之恩 然后你看到《创世纪》二章十六节 神可以跟亚当对话的 神与人说话 吩咐他种种的事情 甚至到了第三章 亚当跟夏娃堕落了 描写神在愿中行走 人躲避神的面 从这个负面的描写 就看到 表示 原来 神在伊甸园里面 行走 跟亚当跟夏娃 可以什么 面对面的 但是人类多了之后 就躲避神的面 原来跟神 所以真的朝见神的面 可以跟神来团契交通 说话 美好的相聚的 天人和异的 天人和异的 也是 在伊甸园里面 没有剥落之血的光景 假如你了解这个光景 你就明白 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这个救恩的屋底 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读过这段经文 其实就是让我们恢复 原来的伊甸园跟神的团契跟交通 你看看福利多前书第一章 对不起 第九节 怎么说 伊甸园里面 神是信使人 你们原是被他所遭得救 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团契 原文得分是得团契 Coinonia 所以加爱文非常伟大 这位神的仆人 他提出救恩是个restoration 要恢复到伊甸园 神与人原来的那种美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里 就看到我们得救 不只单单就是得好处 得救其实很重要 要恢复我们跟神美好的团契交通 祷告敬拜灵交 经历神的同在 如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 跟神美好的团契 跟团契 看懂了吗 绝对不像 尼陀生在树林人解本书里面所说的 原来在亚当里面这些是旧照 原来这些天然自然都不好 我们不需要继续在亚当的旧照里面 我们需要在新的亚当 末的亚当 基督的新照里面 过另外的新的生活 他把自然恩典跟神的救恩分开 但是你发现神的仆人发现 要肯定原来在伊甸园里面的旧照 神的救恩是要恢复这个原来在伊甸园里面的一切的美好 因为神说圣好 要恢复原来的美好 如同浪子要回家 恢复原来在家里面的美好 懂吗 所以一定要了解 这个伊甸园原来的美好的光景 那么F最后 人的和谐 夫妻关系的和谐 我们读一段圣经创世纪第二章 一种来 约华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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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亚当如何爱他的妻子呃 你真的是我的心肝宝贝 看到了吗 你是我肉中之肉 骨中之骨 沒有墮肉之鮮 你看到夫妻是那麼的美好 亞當真的認識夏娃 是他的心肝倒背 真的是他的心肝 因為是我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 而且夏娃的地位 不是傳統過去中國的那種大男人主義 這個女人其實是什麼 幫助者 幫助者 我講過了 一個總統需要很多的Cabinet 內閣的成員 成為他的幫助者 幫助者 即是Advisor 都是什麼 每一個問題的專家 懂嗎 都是川普不懂的 所以他才需要一些專家 所以他才是Advisor 也是Helper 所以其實常常Helper 是比受幫助的人高一點 只是因為權柄在川普手中 權柄在丈夫的手中 神社丈夫是這個家裡的頭 但是不代表這個頭 這個總統什麼都懂 其實很多時候什麼都不懂 真的川普其實不懂科學啊 他只懂商學 所以他的科學 他不太接受 很可憐啊 不能怪他 他是研究商學 Businessman 他懂得怎麼去賺錢 怎麼跟人談判 怎麼去賺大錢 但是他不懂科學 但是他又不接受科學的Advisor 所以是麻煩 所以我們要對七十的認識 原來神創造女人夏娃 成為亞當的什麼 其實 其實常常在很多方面 女生比男生是有他的優點的 甚至他的來源 他的品質的來源 比亞當好多 你這個真土 講了一點都沒說 合乎聖經 我們是從土來的 但是你不能跟姐妹說你很土 因為姐妹不是從土來的 姐妹的來源是高一檔的 是神Refine過的 古中之古 肉中之肉 他的來源是比較高品質的 所以從某種角度 我們真的要尊重姐妹 她是我們的Helper 很多方面她有她的優點 是我們沒有的 所以弟兄沒有的 而且二人成為一體 表示不單是肉體的一體 表示夫妻長得的感情 心思 意念 是合一的 不是獨行俠的 夫妻可以有相有良的 可以同生共識 能夠相依為命的 能夠二人成為一體 而且沒有任何的隱藏 二人吃生露體 夫妻能夠做到無所不談 沒有隱藏 這個真的是很棒 我的老大 對他的妻子常常跟我們說 我們都是要努力 要transparent 有時候我跟師母都受不了 我們事實上跟兒子講到話 唱笑話 一些想法 因為他 因為那個傳給媳婦了 我就說 對兒子講的內心 為什麼你傳出去呢 我們是要transparent 我說 對對對 沒人做為一體 所以我跟師母 有時候不能直接跟兒子說 要想到他會傳話的 因為他說 對我妻子要透明 什麼都能夠無所不談的 解釋他的直覺 其實也是聖明講的 二人成為一體 二人吃生露體 背不充斥 沒有任何的隱藏 這個就是原來的伊甸園夫妻應有的關係 我們得救之後 因為炒這種目標 不再是兩個人是一體 好 所以解釋我們看到 伊甸園原來的美好 今天的救恩 就是要恢復我們與神的 這一種的美好的關係 恢復我們與妻子 與人 與萬物美好的關係 不是 得救之後就不理萬物 萬物非我們家 這是亞洲的不幸祖的人去管 搞得亂七八糟 不對的 原來伊甸園的好 是由亞當代表神去什麼 管理 所以今天我們得救的君徒 我們真要祷告 求神給我們一個愛祖的君徒的領袖 來管理國家的事情 任何的國家都需要讓神來掌權 Amen Amen 不能說不管 新耶穌就是等上天堂 不對的 是要恢復原來伊甸園那個美好 甚至超過那個美好的 當然在新天新地 我們要安管上個的宇宙 是更重要的 好 那我們再花一點時間 我們先說一下這個亞當之約 剛才再提到了荷西亞書第六章 這個亞當被預約 那麼這個預約的觀念呢 我們先讀一下這個墨西之約 《出埃及七十九章》 先拿一些重要的觀念 我們一段來讀十九章 一段來 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 遵守我的預約 就在外面中做屬我的子民 因為權力都是我的 你們要為我做祭司的國度 為聖節的國民 這句話 你要告訴以色列 我們的聖經稱為旧約跟新約 你就知道這個約的觀念很重要 但是在很多的教會很可惜的 因為受到時代主義 或者等等不同的神學的影響 把旧約跟新約把它分割了 好像神叫旧約帶領他的子民 是一套拯救的方法 要求 到了新約是另外一套 所謂恩典時代 旧約是律法時代 我們現在不是活在律法時代 我們現在活在恩典時代 把旧約跟新約怎麼 割開了 好像旧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律法時代已經過去了 今天我們信主之後 我們只講恩典 只講信心 只講赦免 你不要跟我講律法 你講律法就說 如果說你個律法 你太律法了吧 怎麼跟我講旧約的十一奉獻呢 你說旧約的 你不要跟我講這個十一奉獻 因為新約是恩典 不講律法 好像在旧約裡面 神對祂指明很多的要求 包括十一條説命 甚至有些牧師說 十一條説命已經過去了 現在只需要一條 另外神就是愛 講愛就好了 只需要一條 講馬考福音 基心基心基心經歷 愛神都夠了 講得那麼籠統 他們從來不傳講十條説命 你去教會有天空故事講十條説命嗎 我告訴你 在清教族時代 好多清教族的創造人 常常講十條説命 甚至連馬天路德後期 他也講十條説命 結果他發現 當然講恩典不行 路德中裡面 好多的信徒犯罪跌倒了 以為只講恩典 只講信 不需要講行為 行為亂七八糟了 很可惜的 今天很多教會 我們對約的觀念 不認識清楚 常常把旧約跟新約隔開 旧約跟我們沒有關係 旧約是屬於以色列人的 你叫以色列人去背托羅好了 我們信約信徒 我們只需要信耶穌 我們就按照聖靈行事 憑安心就夠了 你不要跟我講十條説命 可能大堆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舊約 我們今天活在新約 錯了 舊約跟新約是一體的 是一體的兩面 甚至我們要好好去研究的時候 發現你今天 你是接續在亞伯拉罕之約 你是亞伯拉罕信心真正的子孫 今天我們得救 是通過耶穌基督 藉在這個的亞伯拉罕之約 恩典之約裡面 成為亞伯拉罕信心的子孫 這個神的亞伯拉罕一切的祝福 其實都落在你我的身上 對不起 不是落在今天 以色列這個國家 就是在國民身上 除非他們透過耶穌基督 憑信做亞伯拉罕信心的子孫 否則他 對神一切在新約的祝福 永生的祝福 無分 所以以後 可能下達我們會 講到這個神的救贖的時候 會講到神的永恆救贖之約 然後講到這個恩典之約 我們會再發一點時間 講這個恩典之約 就把這個亞伯拉之約 摩西之約 新約 這三個連在一起 那我們今天只是簡單的講一下這個亞當之約 那講到約 Contract 用我們今天的話叫Contract 你去租房子 簽個租約 買賣房子 有個合約 一定要get the contract 你發現約一定有一個特點 立約的雙方 一定有two parties 在伊甸園裡面 講到這個亞當之約 很明顯立約的雙方是誰啊 亞當代表全人類 跟什麼神 立約的雙方 到了這個摩西之約 你發現 出埃及記十九章 講到這個立約的雙方是誰啊 看到嗎 告訴以色列人 摩西是代表 趙子東當年 亞當是代表人類 現在摩西代表著 以色列人領受這個約的條款 立約的雙方是誰啊 神跟以色列人 看到了嗎 要每一個約 一定會有他的 promise 跟 obligation 或者要求 你切個住約 這個房子 可以讓你住 享受裡面一些的設備 對不對 解釋那個 promise 但是也會有條件的 每一個人要準時 約出 要付房租 超過五號 還要 penalty 沒關你 我以前叫他 忘了付房租 get a penalty 很討厭啊 因爲你這個 bank payment mortgage 你這個 跟房子的這個 貸款 也是欠了一個約 你假如沒有準時 他就給你一個 penalty 很重了 一兩百塊了 所以 約裡面一定會有 這兩方面 約的 Thomas 或者祝福 好處 好處 好處是什麼 應許是什麼 但是也一定有條件 所以你看看 從出埃及記十九章 這個例子來看 因爲伊甸園工作制約的內容 比較簡單了 等一下我們來推論 先把一個具體的 摩西制約 第二的雙方是神跟以色列人 對不對 摩西是代表 遵守我的約 是要在萬民中做屬我的子民 你就永遠屬於神 神永遠會帶領你 擁有你 擁有你 保護你 也就要做屬神的子民 神不會騙棄屬於祂的子民 你懂嗎 你永遠會在神的國度裡面 得到神的保護帶領跟祝福 就是Promise 但是你看到條件是什麼 看到前面去嗎 看到嗎 遵守我的約 這個遵守我的約是指到什麼 遵守這個約的約規定 在約規裡面有什麼 十條賤命 你要遵守這十條賤命 懂嗎 神就要把這個祝福跟應許給你 你永遠做屬神的子民 然後講得更清楚一點 在聖明節二十八章 講你遵守我的約 遵守神的化神的賤命 好好讀聖明節二十八章 第一節到十四節 所有的祝福 臨到以色列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法律所做的也順利 戳戳有餘 居上不居下 坐手不坐尾 而且在將來美帝可以存活得福 你看到嗎 多少個節是祝福跟應許 但是有沒有 application要求 要理性 就是聖明節二十八章 就是這個守我的約 看到了嗎 所以 雙方面 一方面要守約 就得著這些的應許跟好處 同時 房東也守約 你交到房租 房東也守約 會把這個房子的租福使用權給你 其實每一個約 一定有三樣東西 第三樣東西就是那個 penalty 跟 curse 假如你沒有守住這個約的要求 你就 假如駐約的話 美國最簡單的 美國最簡單的 他叫警察把你趕走 你就不能夠享受這個房子了 所以 第一 有立約的方法 第二 有這個 promise 跟 obligation 第三 假如他沒有守這個約的要求 application 會有一個 curse 或者 penalty 一個懲戒 或者失漏 同樣的 在摩西西約 聖明節二十八章 都解釋得很清楚了 假如你守這個約規 遵守神的見命 你要得走各方面的祝福 存活得福 假如不守的話 你看看聖明節二十八章 從十五節一直講下去 神各樣的審判 咒詛 甚至到最後 他們要被掳 失去了家的美帝 其實都是神 在這個約裡面跟他們講的 諸福咒詛 守或者不守 同樣 在伊甸園裡面的公主之約 也是同樣的情況 你發現 神要亞當 守住 不吃殺的果樹 因為吃的就是必定死 假如他那個守住的話 他就能夠存活得福 甚至會得到生命樹 所以你看到 有要求 生命樹 把這個殺的果樹的要求 有祝福 也有咒詛 也有咒詛 咒詛什麼 必定死 假如你不守住這個 obligation的話 你必定死 不但是 身體的死 靈魂的一個死 失落 那麼很多人說 對於這個殺的果樹 我們還有幾分鐘 我們把這個殺的果樹的意義 有人說 哎呀 為什麼神又設這個殺的果樹 讓人好像跌倒 墮落 究竟這個殺的果樹的意義是什麼 難道這個殺的果樹的果子 是有毒的嗎 一吃了 他就中毒了 就死了 必定死 這也是兒童主學的講法 這個不定 必定死是指到一種的 跟神的分開 最終肉體的死亡等等 跟失落 這個分別善惡樹 其實 當亞當被造的時候 那這段經文 這段的講義很重要 是我昨天特別寫下來 我們來讀一下 分別善惡的樹 它的重點是 神的美善屬性 道的命令 在亞當新版 善惡樹是 因外在看得見的道的命令 尊負神 尊神為主 而非是 自定善惡 自己做神 是被造者與 創造主 建的一個界線 一個foundering 人守人的本位 尊神為神的顯示柳 這個三個果樹的柳 不能碰 一碰了你就過線了 就越過了那個 creation and creator的 distinction 人是被造者 別守本位 而且神把 一切掌管地球的權柄 都給了你了 等於說 一神之下萬有之上 那麼大的一個權柄 但是你需要在 這個善惡果樹 這些事情上面 表達出你對神的一個的神福 表明你永遠是尊神為神 是個被造的 這個界線 善惡果樹是個界線 你不能越過 透過這個善惡果樹 去表達出你對神的神福 跟聖從 你發現 當撒旦進到蛇里面 去引誘夏娃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荒世紀》第三下第五節 我們用來讀 你們吃了一個是眼睛中容量的 你們變如神 能知其這知的原文 更有表達自定善惡 神定規的道德律 要亞當應該怎麼做 人要順服在神的定規 什麼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 是神定善惡 但是你發現 這個引誘就是要 夏娃愉悅他的本位 你要變成神 自定善惡 不以神所定的善為善 不以神所定的惡為惡 你發現今天整個世界 為什麼大亂 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個小神 他不聽你 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這個就是自定善惡 我覺得同性戀很過癮 我就去做 我覺得吸毒很過癮 我就去吸了 我覺得鬥胎是對我很好 我就去做 管理聖經神怎麼說 你懂了吧 所有的問題 就是從亞當他不願意守被造的本位 尊神的定規 而要知道善惡 是定善惡 如神定善惡 你發現撒旦的墮落 就是撒旦要什麼 像神一樣被人警团 你看到嗎 所以撒旦也用同樣的方式來引誘夏娃 其實也從這句話 就知道這個三個果樹的原意 是要透過這個三個果樹這個界線 來顯明他遵神為神 接受神三合的定規 而不是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所以你發現同樣的一個觀念 在《創世紀四十一章四十節》 我們來讀一下幾句話你就會更了解了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 都必聽從你的話 唯獨在寶座上的我比你大 這句話就好像神跟亞當說 就好像法老跟約瑟說的 約瑟管理整個埃及喔 亞當要管理整個地球喔 但是為了有 只有一件事要表明你對我的神福 這個三個果樹 這個三個樹你不要碰 碰就表示你逾越了你要自定善惡 不照著神的定規了 就好像法老說你什麼都可以管 唯有寶座這個事情你不能碰 你還要尊我為法老王 你不能逾越這個界線 你雖然有一切的權柄 但是這個王的權柄 最終決定的權柄 是在我手中 但是亞當跟夏娃 要越過去 要無神定善 所以多了 失落了 而這個約裡面的咒诅 必定死真的臨到了 他那個形上樣世就死了 就失去了 知識能力美德失去了 要與神的生命隔絕 就是死 到最後我們身體也要死 靈魂也要永遠跟神隔開 下到地獄 這是 獄裡面的咒诅 臨到了人類 所以我們先對這個工作制約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也要了解這個善樂果樹的意義 那麼我們下禮拜就 好好看這個人的構成的要素 是二元人還是三元人 究竟在我們裡面有兩個entity 看不見的靈魂跟看不見的身體 還是有兩個看不見的 靈是一個entity 魂又是一個entity 身體又是一個entity 是三元人還是二元人 這個很重要 對於我們的靈魂啊 各方面 這個是很重要的 一個討論 好 我們時間過了幾分鐘 我們就停在這邊 我們就預備 12點 我們等待在延後 12點五分再開始 我們就做個結束的報告 天賦我們後來的感恩 因為 你用你口中的靈氣 吹在亞當裡面 讓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有靈的活人 滿有神你原來的形象跟樣式 主要你把你榮耀的豐富賜給了我們 我們可以給萬物命 了解萬勇 更能夠認識神 敬拜神 但這一切的福氣 卻因著亞當不順福而墮落 但主我們感謝你的 你的意念 高過了你的意念 今天我們在基督裡面 恢復了一切 在伊甸園裡面 原來亞當與神之間 所有的這些福分的美好 甚至超過了千倍萬倍 Hallelujah 我們何等的感恩 主啊 我們不明白 為什麼你准許亞當墮落 但是我們明白 因著人的墮落 讓我們真的明白 耶穌基督的恩典 何等豐富地臨到了我們眾人 主啊 我們只有感謝你 主要帶領我們 更經歷你 更認識你 更愛你 更侍奉你 我們祷告仰望 耶穌基督的恩典 好 我們就請到